大家好,我是电影名小雅,今天我们来看《丧尸片之父》,乔治·罗梅罗的经典丧尸片《活死人之夜》。 温暖和谐的午后,巴巴拉和她的哥哥强妮来城郊的墓地给二舅妈上坟,调皮的强妮一路上装神弄鬼想要吓唬一下自己的妹妹。 关键时刻,一只面目猙獰的丧尸忽然从墓地里跳出来,将巴巴拉扑倒在地。 强妮见状赶紧上前,想要拉住疯狂的丧尸,不料丧尸一个反身就从背面抱住了她。 强妮瞬间失去了平衡,静止摔倒,脑袋恰好碰上了一旁的墓碑,当场领了盒饭。 而丧尸似乎只对活人感兴趣,再次扑向了端着十字架在一旁尖叫的巴巴拉。 巴巴拉下意识把十字架砸到了僵尸的胸前,自己转身向着汽车跑去。 刚刚坐上汽车,她就看到有个身穿黑西装的工作人员,正步履蹒跚地向自己走来。 巴巴拉正准备求救,不料对方走着走着,身上的西装忽然脱落,露出了胸前缝合过的巨大伤口。 巴巴拉这才意识到对方也是一头丧尸,赶紧关上了车窗想要发动汽车,却没有摸到车钥匙。 这时候,刚刚弄死墙泥的丧尸也追了过来,只见她一板砖砸碎了玻璃,钻进车里就要大块躲移。 巴巴拉吓得嗷嗷直叫,双手下意识地胡乱巴拉,一不小心碰到了手沙,汽车立马顺着斜坡滑了出去,直到撞到一棵大树才停下。 巴巴拉幸运地突破了丧尸围困,哪里还敢回头,一路撒丫子向着山下跑去。 十几分钟后,她终于看到了一个农场,于是大声呼喊着跑向农场的木屋。 可惜巴巴拉喊了半天,却没有丝毫回应,她只好壮着胆子从后门走了进去。 刚刚走到楼梯后,一滴滑腻的液体就滴在了她的脸上,抬头一看,才发现二楼的天花板上正往下渗险。 原来农场主人早已变成了丧尸,她本能地走向了巴巴拉,直接撞破栏杆栽了下来。 巴巴拉吓得连滚带爬的往后撤,好歹没有被丧尸房东砸死。 好不容易逃过一劫,巴巴拉本想着原路返回,不料墓地里的丧尸已经追上来,堵住了去路。 不得已,她只好绕到前门,一开门却发现院子里还有一只丧尸,正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着木屋冲锋。 眼看女孩陷入了绝境,一辆九手皮卡车轰鸣着行驶过来,直接把院子里的丧尸撞飞了出去。 汽车停稳后,嘴里叼着一颗滑子,手里拎着撬棍的黑人老司机下了车。 一见到巴巴拉,便开始询问房间里有没有丧尸。 可惜巴巴拉惊吓过度,半天没憋出一句话,老司机哪有耐心等他抖完,推着巴巴拉就走进了木屋。 一进屋,丧尸就迫不及待地围了上来,结果却被老司机一个窝巾脚踹飞,随后接了一招平底锅,总算放倒了这头丧尸。 巴巴拉看老司机这么威猛,自己也捡起烧火的铁钩,跟榜大妖元的房东丧尸展开对线。 他抡起铁钩,疯狂地对着房东的上三路招呼,总算一套连招送走了对方。 好不容易把屋内的丧尸清理干净,木屋的大门处便再次爬来两只丧尸。 为了安全,老司机抡着撬棍,一一解决了他们,这才回到木屋,跟巴巴拉聊起了现在的处境。 原来他一路走来,才发现到处都是吃人的丧尸,而他的九手皮卡车燃油耗尽,目前只能借着这栋木屋坚守待渊。 因此他需要巴巴拉坚强一点,关键时刻帮他打个助攻,说完就开始检查木屋。 很快他就在房东的书桌上找到了一盒子弹。 老司机意识到木屋里有枪,立马兴奋地跑上了顶楼,很快就看到了一具引弹自尽的尸体。 他忍着恶心将猎枪捡了起来,正准备查看一下能否使用,楼下的巴巴拉忽然尖叫起来。 老司机下意识端着枪冲了下来,差点就枪毙了眼前的两个男人。 幸亏持枪的小伙汤姆及时地举起了双手,说他们也是幸存者,之前一直躲在地下室,听到楼上没有了丧失冻结才爬上来查看。 至于他身旁的这个男人叫做蒂中海,由于蒂中海的女儿得了病,蒂中海的老婆没有上来,目前还在下面照顾女儿。 既然都是天涯沦落人,客厅里的气氛终于缓和下来。 听说老司机的汽车没油了,汤姆立马眼前一亮,他告诉众人自己就是房东的侄子,知道农场本身就有个小型加油站,只是加油枪被房东上了锁。 只要搞到钥匙,大家就可以加满油开车逃走。 这时蒂中海提出了不同意见,他认为贸然开车逃走并不明智,待在地下室里等待救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就在这时,一直在观察外面的巴巴拉,忽然开口提醒众人,几只丧尸已经靠拢了过来,大伙最好做点什么。 蒂中海立马就要钻进地下室躲起来,可老司机却认为大家应该在一楼尝试着手一手,一旦坚守不住,还能有条退路。 眼看着双方的争吵越演越烈,汤姆干脆一转身,钻进了地下室。 蒂中海还以为汤姆支持自己的意见,没想到没到两分钟,汤姆就拉着自己的女友钻了上来,直接加入了老司机的团队。 就这样,在老司机的指挥下,大家七手八脚开始寻找木板,钉死门窗。 蒂中海见争执不过,干脆自己返回了地下室。 他老婆看蒂中海自己跑了回来,顿时觉得不太稳妥,就想着上去跟众人解释一下,结果却被蒂中海一把拉住,直接骂了回去。 跟无能狂怒的蒂中海不同,其他几人为了防备丧尸,把桌子都拆了,忙得满头大汗,还是没能封死全部的窗户。 为了找到足够的木板,老司机和汤姆赶紧跑去拆卸其他房间的大门。 此时丧尸已经来到了木屋前,不时的就有丧尸撞破玻璃,进入房间。 好在房间里的人比较多,几人顶着丧尸重新封住了窗户。 紧接着,两个女孩就开始疯狂砸钉子。 老司机和汤姆则一路爬到了三楼,可惜卧室这边的门板中看不中用,老司机一拳就能给他砸个大窟窿,只能选择放弃。 就在寻找木板的空道,两人又在卧室里找到了房东的电视机,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新闻,说他们所在的小镇已经被全部沦陷。 虽然政府已经组织当地民兵,展开救援,但丧失数量众多,需要幸存的居民自己坚持一段时间。 为了找到足够的板材,老司机和汤姆不得不跑去地下室敲门,可惜地中海这个老顽固根本不理他,老婆想上前劝两句,还挨了一巴掌。 老司机看劝说无效,干脆搬出了步枪威胁,地中海这才跑上去给两人开了门。 这一开门,老司机就把碍事的地中海拽了出来,随后安排汤姆下去搬运木板。 紧接着,老司机也走了进去,看到地中海的女儿满身虚汗躺在桌板上,已经不省人事。 老司机本想上前查看,不料地中海却忽然挡在女儿面前,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女儿身上,以此来跟老司机示威。 老司机干脆打消了帮忙的念头,自己也搬了一块门板来到一楼,准备封堵最大的那个窗户。 没想到木板还没来得及上钉子,一头丧尸就撞破玻璃冲了进来。 一旁的几人赶紧上来帮忙,只是这边还没搞定,另一处的封堵又被丧尸突破。 汤姆赶紧扑过去用身体顶住了门板,喊地中海送来钉子,一边按住大门,一边用钉子固定。 至于老司机这边,由于丧尸力量太大,只能以退为进松开大门,放丧尸进来。 再由巴巴拉近距离开枪,一枪爆头,干掉了入侵的丧尸。 紧接着,另一头干受丧尸又要进来,巴巴拉手持步枪, 一步没退,连射几枪,总算打退了丧尸。 经历着如此凶险的一幕,众人终于放下隔阂,开始全心全意加固风度的木板。 这时候,巴巴拉从门缝里看到了一个身穿制服的尸体,看上去很像加油站员工, 干脆趁着丧尸没有靠近,开门出去查看,结果还真的找到了钥匙。 众人顿时心生希望,为了汽车能够顺利加到油,老司机主动点燃火把,第一个冲出去引怪。 汤姆和他的女朋友则开着皮卡出去加油,没想到的是,汤姆两口子一上车立马变了嘴脸, 完全不顾想要跟着上车的老司机,直接一脚油门跑路了。 他们来到不远处的加油站,拧了半天才发现,这钥匙根本不对。 大聪明汤姆一上头,干脆抬起步枪对准加油枪,扣动了扳机。 结果加油站瞬间爆燃,当场就把汤姆两口子送上了天。 由于爆炸动静太大,一众丧尸瞬间被吸引了注意,老司机抓住机会,跌跌撞撞地跑了回来。 此时,木屋当中的地中海也看到了加油站的爆炸,意识到汽车已经爆销的他, 第一时间跑到巴巴拉身后,想要抢走步枪控制局面。 巴巴拉自然不肯就范,两人扭打肩,地下室里又出了状况。 原来地中海的女儿也感染了丧尸病毒,就在众人对付丧尸的时候,完成了尸变,一开口就送走了自己母亲。 一番绝力后,身为男人的地中海终于抢到了步枪,可身后的丧尸群也从门缝里伸进了几十只手,死死地薅住了地中海的脸蛋。 好在中年男人脸蛋比较油腻,地中海成功滑了出去,反手就对着丧尸撸了一梭子。 巴巴拉自趁机打开后门,把老司机放了进来,此时一只穿着警服的丧尸也追了进来, 两人通过围殴丧尸搜刮到了丧尸警察的手枪。 这时,地中海的女儿翻着白眼走了出来,老司机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人,刚想举枪射击,心疼女儿的地中海就率先射中了他。 这时,丧尸女儿已经来到巴巴拉身前,千军一发之际,巴巴拉捡起了手枪,一枪精准抱头,送走了对方。 这时,老司机也爬了起来,直接跟地中海展开枪战。 混乱中,老司机又中了一枪,地中海也腹部重弹躲到了楼上。 此时,老司机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干脆让巴巴拉先走。 他一个人留下打掩护,将众多丧尸吸引到自己面前后,他淡定地走进了地下室, 点了一根滑子,压压惊。 这时候,地下室的收音机里传来新闻报道,主持人滔滔不绝地警告市民,小心所有躺在地上的尸体。 目前,小镇范围内所有人死去都会失变。 另外,希望市民们放弃幻想,团结自救,因为你们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已经原地解散了。 另一边,巴巴拉摸着黑跑出去几公里,终于找到一辆汽车,刚准备上去试试能不能开,就听到了枪响。 他赶紧躲进了车厢里,一抬头才发现车厢里装满了已经凉透的丧尸。 巴巴拉吓得猛地坐了起来,结果刚一冒头,脖子就被人搂住。 好在这些人不是丧尸,而是一路扛着步枪杀过来的民间武装组织,他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第二天一早,巴巴拉和民兵组织一起返回了木屋,试图挽救一下老司机。 可惜老司机此时已经变异,听到有人进来立马嘶吼着从地下室冲了出来,结果一露面就被击毙。 至于作恶多端的地中海却活了下来,他听到了楼下的动静,兴奋地冲了下来,刚准备开口求救。 巴巴拉就一枪送走了他。 此时,院子里民兵组织已经点燃了巨大的丧尸堆,一群人正围着火堆再歌再舞。 在他们看来,丧尸并不可怕,只要弹药充足,大家不久后就会过上没有丧尸的好日子。 相较于1968年的黑白版本,翻拍的新版恐怖节奏更加明快紧张。 电影最后出现了民兵武装,持枪快速清理丧尸的场景,大大增加了电影的真实感。 毕竟只会用牙齿和指甲的丧尸,绝不可能是人类武装的对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说完了,如果你喜欢看丧尸类的电影,请继续关注我哦。